中南部一家放射照相檢測工程 檢驗公司 二零一九年被明代揭露 以管理為由 不讓員工佩戴 偵測輻射劑量的配章 導致有三位檢測員 因為長期暴露在過量輻射中 離癌病逝 高雄地檢署日前針對其中一名高雄 員工病逝案件 依過失致死等罪嫌 起訴誠信負責人 前立委洪慈庸 二零一九年揭露中南部一家工程檢驗公司 以管理為由 不讓員工佩戴偵測輻射劑量的配章 半年內有三位檢測員因離癌病逝 其中一名員工任職高雄總公司 檢方日前偵查終結 依刑法過失致死等罪嫌 起訴公司誠信負責人 檢測員拿著放射線照相設備 為建築結構做非破壞性檢測 檢方指出從事輻射工作依法 因佩戴劑量配章 監測輻射曝露劑量 該公司卻指示員工不要戴 導致悲劇 該公司限職員工則提出不同看法 每一張都是你搖出去的 需要正適當的時間之後 底片的濃度到了 你收回來 那你收回來之後 你明明知道這個劑量是多少 你都不做閃避 偵測的一個還不准 還得帶兩個 針檢器金曝曬後 顯示熱輻射數值 員工透露 佩戴針檢器是案件發生前已有的設備 事後 原能會也要求增加忌讀器跟警報器 認為公司有做足安全措施 而得知負責人被起訴 當年揭露此案的洪慈雍 也希望法院還家屬公道 這截告前記者尚未聯繫到無姓員工家屬 洪慈雍感謝家屬院揭露不肖業者作為 也希望政府及業者都能重視相關工作的安全措施 避免更多勞工受害 記者陳煥許貞君高雄報導